1953年的中国 三反五反的运动还在继续着 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忙于接受思想改造 而无暇顾及自己所研究的学问 这几天在人民出版社做教队员的沈昌文 也在整理着自己的交代材料 沈昌文 出版人 在沈昌文担任主编的十年间 读书的读者从三四万人增加到十三四万人 这份成功则来自于沈昌文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三反五反以后搞了一个运动 叫做洋将的小说叫《洗澡》 他们的高级知识分子叫《洗澡》 我们的小知识分子不叫 我们是很简单的一个词 叫《忠诚老师运动》交代理事 所以我给一个工厂做假账 那个工厂老板很好 不但给我钱呢 我很高兴地还把他的照相机给我用 几天后 沈昌文将写有自己做假账的交代材料 放在了领导的桌子上 希望以此来表示自己对党的忠诚 然而领导给他的答复是 开除公职 让他回上海老家 我已经得到风声了 让我回上海去 说你不适合在我们革命队伍里 可是我马上就发表了 我的俄文翻译的东西 在经过三反五反的运动之后 中国很多高级知识分子 都被以各种名义 从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撤了下来 而学徒工出身的沈昌文 所具备的才能 在当时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中 算得上是凤毛麟角 因为搞错版的人不懂俄语 懂俄语的人不懂错版 我是都一手可以完成 所以很气动我 我很快不但没调整吧 上面不但否决了这个 要把我调走的 而且认定我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而且把我评为青年社会主义 建设阶级分子 而且调任了当领导的秘书 1954年8月 沈昌文开始担任人民出版社 总编辑式的秘书工作 此时三联书店 已经变入了人民出版社 在那里沈昌文 认识了很多有名的知识分子 而此时沈昌文 与自己的初恋不弃而喻了 一位姓胡的女孩 走进了她的生活 她是很特别的 她是老北京 可是她喜欢艺术 所以她跟我很好 可是不大赞成我做人的主张 我做人就有点 怎么说呢 向上爬吧 因为我社会 我地位太低了 我一路都是爬过来的 怎么说呢 很卑贱的思想吧 每一分钟都想翻身 所以我政治上也不能落后 后来尤其说我是工人阶级 我更不能落后 沈昌文向上爬的做人方式 成为了她与初恋女友之间最大的矛盾 随着时间的推移 1957年的反忧斗争中 这个矛盾最终导致了两个人的分手 原因是沈昌文参加了批判社领导的大会 她的一全名叫曾彦佑 她延安来的 她是比较主张 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讲主张改革开放 50年前就已经主张改革开放 这个而且非常激动 她那个这样的 所以她的主张我们开头很赞成 等到上面只说不对了以后 大家又起来讨伐 我不算主将 可是参加了这个讨伐队伍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 沈昌文在曾延秀的批判会上 发表了批判讲话 像胡女士那么有正义感的 就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差劲了 用她的语言 因为她研究美的就叫做不美了 精神上不美了 因此形态上也不美了 所以她对这些很反感 她认为就不应该这样 就这样 沈昌文的初恋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 悄然结束 而作为新一代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 沈昌文 很快就得到了社领导的信任 没过几年 沈昌文便被调到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这个地方是很基要的地方 叫做外国政治学术住做办公室 这个所谓中宣部的 那么通过这个工作 我跟知识分子接触比较多了 那么这个工作要做 要找人做翻页 找人做翻页呢 这些翻页者哪去找呢 后来我才知道 我们找右派 找这个劳改犯 找这个谈 我们的口号叫废物利用 于是包括周作人 费孝通 冰心在内的这些右派分子们 渐渐地成为沈昌文办公室的常客 面对微博的收入 辛苦的翻译工作 这些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们 没有一句怨言 因为比起牛棚和劳改农场 这里则要舒服得多 而沈昌文也从这些前辈的身上 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原本站在两个阶级立场上的两群人 就这样渐渐地成为了朋友 1966年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 老三连的知识分子们 纷纷在政治运动中被打倒 其中范用和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汉博 原商务印书馆社长陈元一道 被扣上陈范集团的帽子 送往干校劳动 原三连书店副经理史梅 在1957年连书运动中就已经被打倒 此时的人民出版社三连编辑部已是轻狂不接 知识人才更是寥寥无几 沈昌文就好像站在风暴中心一样 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 但出版界所发生的一件事 则让他牵肠挂度了很久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出现了许多日本学术书籍的译本 而作者都是同一个人 何清新 他们的对外的名义叫北京编冶社 北京编冶社他们取了一个病名叫何清新 何人口何清 清清楚清楚清楚的清 新新旧的新 为什么叫何清新呢 何清就清和两个子倒过来 为什么叫清和呢 因为他们都在清和老盖农场 北京叫去有个清和老盖农场 他们都是犯人 所以叫做自新嘛 犯人叫自新人 所以叫何清这个地方的自新的人 清和这个地方自新的人 组合在一起就叫何清新 这群犯人大都是维满洲国时期溥仪的部下 很多都是日语专家 但战犯的身份 让他们不但不能像周作人 费孝通等人一样领个报酬 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数 直到今天 书店里仍然有很多署名为何清新的文学译本 所以当年的知识分子就是 强不劳动 强不翻译 强不著作 他们连本名都不能用了 所以只能用这个 其他人还可以用个笔名 像有的人无业的那些人 我刚才说的 被北大开除的啊 什么啊 在社会上的啊 那还能用本名 用他本来的名字 那些人因为是 所谓叫敌我矛盾 你们大概都知道了两类矛盾学说 人民内部矛盾的还可以用本名 或者用笔名 敌我矛盾的名字都不能 没有署名权 很少的劳动报酬 甚至没有报酬 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们 仍然彼更不错 这样的情况 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1978年12月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北京召开 全会停止了 以阶级斗争为刚的口号 批判两个凡事的错误方针 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 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 最终将中国的知识分子 从阶级斗争的阴影下 解放出来 于是当年有两位陈先生 陈汉博跟陈元先生 他们都是国家出版局 当年的领导人 他们就在 1978年底 受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励 考虑办杂志 要办了一个读书杂志 为什么叫读书呢 因为陈汉博先生 在四十年代办过这个杂志 也叫读书 陈元先生在五十年代 也办过一个杂志 也叫读书 所以咱们也要继承这个杂志 1979年4月 读书创刊 原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陈元任主编 原三联书店副经理史梅任副主编 翻译家冯一带 漫画家丁聪 构成了读书初创时的超豪华阵容 而读书创刊号上 所发表的 李鸿林的《读书无禁区》一文 则在当时压抑多年的中国思想界 引起了轩然大波 读书也因这篇文章一炮打红 打破读书的禁区 打破思想的禁区 被认为是当时新锐刊物读书的口号 而沈昌文看到读书的时候 渴求知识的他又一次 做出了一个影响其一生的决定 到了1980年的三四月间 因为我要希望离开人民出版社 于是上面就把我调到 成了一个三联编辑部 就在人民出版社内部 成了一个三联编辑部 把我调到那去 读书杂志也在里边 我担任这个编辑部给淘汰 这样我从1980年 大概三月份吧 到了这个编那个 开始跟三联以及读书杂志 有所接触 1980年三月 被调入三联编辑部 担任编辑室主任的沈昌文 首先去拜访了读书杂志的老领导 以文会友 真正了解知识分子们的所思所想 是读书的老前辈们 对后辈编辑们的要求 沈昌文当然是恭敬不如从命 然而 沈昌文被调来当主任 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979年 从读书创刊的第一天 他的创始者们 就突破原来书评杂志的定位 决定要把读书 办成思想评论杂志 但在当年的环境下 想要实现这样的想法 并不容易 当沈昌文被调到三联编辑部 担任编辑室主任的时候 读书的老领导 更是希望沈昌文 能继承读书的传统 让中国的知识分子 能够在这里 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而此时的沈昌文 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讲穿了 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讲 就叫加强党的领导了 因为读书的负责人 主要的几位负责人 我说陈汉部 陈源 番勇这些都是 坚强的党的领导 可是当年的情况之下 就是改革开放 越来越深入了以后 他们都另有任用了 他们都离开了 于是这里的具体的负责人 都是 怎么说 非党员的 当时读书杂志的主编陈源 身兼数职 无暇顾及编辑部的日常事务 副主编冯一带 虽然德高望重 但却是中国民盟的盟源 另外一位副主编史梅 也不是共产党员 而沈昌文不仅是党员 还曾经被评为 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在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眼中 又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干将 就是要去一个党员 人间党员去领导这一团子 而我能够做 怎么说呢 用现在的权讲我会做统战 对不对 我不仅是形式上尊重他 而且内心有相和的地方 他们比较信得过我 这样我就 所以我慢慢地就成为 多数杂志的领导 成为三年书店的领导等等 因为我跟这些文化人接触 我是挺熟悉的 我能够了解他们的需求 一方面是读书杂志老前辈们的嘱托 另一方面是上级领导的要求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 沈昌文心里也没有底 但老前辈们却给了他充分的信任 渐渐地熟悉党的政策 并在反右文革这些运动中 亲眼目睹过知识分子们命运的沈昌文 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我们这些都在宣传部门工作的人非常有事 要到讲文革的事情 估计到三月份上面一定有指示下来了 说不要发表文章了 因为文革是六月份 所以我们就实行这个办法 我们三月份以前呢 该组的 该讲文革的文章全发光了 但到上面指示下来我们全没有说 所以我们的策略就叫 不要哪壶水不开提哪壶 那么后来更改过成一个叫做 要跪着造反了 就这种话 1986年1月 沈昌文正式担任读书杂志主编 此后读书开始着力介绍新思潮新观点 其中不乏触碰雷区的文章 但每一次沈昌文总能顺利过关 安然无恙 据说最关键的诀窍 是因为主编沈昌文熟读马恩毛选 比如说言论出版自由 我这马克思讲得最透彻 讲得最多 是不是 所以我们讲这些问题 我们就采取一种提供 让读者看了以后 来自己做出一种判断跟结论 这样我们觉得比较杂志好变一点 当然就不够犀利了 不够深 可是也避免造成过于紧张的局势 尽管沈昌文一直小心翼翼 但有时还是会遭到一些非议 曾经一位领导对沈昌文说 谁叫你们办思想评论杂志 思想评论我们已经有红旗杂志了 为什么还要办呢 面对这样的意见 沈昌文不知该如何应对 然而在不久后的一次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会议上 胡乔木的一番讲话为沈昌文解了尾 胡乔木说 现在大家对读书杂志有很多意见 读书杂志是有缺点 不过他既然已经办了 我们就让他办下去吧 一场风波就这样被平息了 所以我们总结的经验就是 而且对对确确确认 中国的思想解放 不是单纯喊口号啊 不是单纯的铁大字包啊等等呢 需要长时期的思考 需要吸取中国的外国的历史经验 因为的盲从啊 容易出毛病 这样所以就往深度开发 我们不要触及整个社会 不是采取这个办法 我不否定 八九年的时候的年轻人的勇敢跟积极性 可是单靠这个 我们还是要一种 就我们出版人来说 要给一种思考 要给思考的资料 要让大家成熟 从1986年担任读书杂志主编开始 沈昌文经常会收到一些文风大胆的文章 一次 沈昌文收到了一篇讨论文革问题的文章 内容涉及到诸多敏感问题 文章发还是不发 作为读书杂志的主编 沈昌文也经常面临这样的抉择 所以有一种说法 周涛芬的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杂志从创办到被封 一个完整的历史 这就是涛芬先生的精神 那应该更是我们三年书店的精神 可是后来想想恐怕 在中国现政权之下 跟过去的政权还是应该有所不同吧 所以我们没有走这条路 所以我们以后都采取的办法 就是提供历史 提供事实 提供历史上的研究 特别是要提供 马恩列毛的研究 沈昌文说 选择文章就像品尝佳肴 没有思想深度的文章 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 如果文章中出现过多偏激的言论 又会让人感觉消化不了 所以对文章的把关 首先要从文章的作者开始 与作者沟通 变成了沈昌文的工作重点 北京大学的金科牧教授 是中国著名的人文学者 但同时在文化界 也是出了名的脾气古怪 沈昌文曾经很想找金教授 组一篇稿件 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去招惹金教授为妙 但沈昌文还是决定登文拜访 我去找了金教授 不知道怎么搞的 会弹得那么投机跟金教授 到了这个程度 我去组稿 我要请他写一篇文章 他寄来五篇 而且说那四篇你来处理的 你帮我交给哪个杂志发表都可以 我们谈得非常投机 沈昌文非常了解 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想法 每次登门拜访 他都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倾听者 只要听到金老谈到什么事情 不用多久 他就会把相关的书籍 拿给老人家看 久而久之 两者之间便产生了一种 默逆之交的感情 约稿自然也就不再是问题了 主要对知识分子心态改变 知识分子觉得 原来这个错版社的编辑 是等于领导作者的 你要去组稿以前 是要打听这个人的 出身是什么成分是什么 有什么政治问题 现在我们都自己交往 而且来搞处理得很好 特别是谈得来 所以工作就开了 抱着以文会友的态度 沈昌文的身边 很快就汇集了很多知识精英 而沈昌文也更愿意 组织这些知识精英们 在一起进行交流 通过交流 沈昌文发现 其实这些知识分子 并没有他当初听说的那样危险 他们也不是抱怨过去 他们主要就是 对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 有些看法 所以我们后来办了一个服务日 每个月25号搞了一个杀龙 所以我 这是我表扬我自己了 我挖空心思了 搞了一个叫做读书服务日 沈昌文挖空心思 搞了这样一个读书服务日 是为了能够给作者 提供一个更加开放的交流空间 同时 他也为了保护这个空间 而挖空心思 为活动提出了四个口号 即 为主题 为主持 为开始 为结束 这个四个没有一方面 也让大家自由讲话 另外一方面 也审得有关部门来查吧 我们查不出什么来 我们什么都没有 主题也没有 主持也没有 这无非是上面关心的事情 当然了 实际上呢 应该说 都有一些谋划的 因为要变成 我们哪些人 在一起 我们的边界要进去 听说什么 那么回头我们 我们的服务日完了 我们开会都开好长时候 我们的研究 服务日中间收到 听到的information 然后去终稿 后来很多人都洗成 沈昌文搞的这个 读书服务日 干的是贪污盗窃的勾当 因为每次交流结束 收获最大的 必定是沈昌文 交流过程中 所碰撞出的火花 必然会成为 下一期 读书的主题 对此 沈昌文 不但不以为意 反而欣然接受 从1986年至1996年 沈昌文在读书 做了十年的主编 读书的读者 也从原来的两三万 增加到十三四万 沈昌文说 能够把一本思想评论性的杂志 长期坚持下来 读者还越来越多 靠的无非是认识到 自己的局限与无能 而这份坚持的动力 则来源于 他对中国知识分子 发言权的尊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